与詹天佑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 还有热血青年 他们不光有富强中国的理想 而且也身体力行的 通过工业技术的实践 来把这个理想变为现实 詹天佑的京章铁路 受到国际的好评 而中国第一个飞行家 冯儒的表现也令世人惊叹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飞上蓝天的飞行家 就是这位冯儒先生 冯儒出生于广东恩平 一个穷苦的家庭 从小他很聪明 特别喜欢摆弄东西 经常用火柴盒啊 做一些唯妙唯俏的轮船 显示出极其强的动手能力 由于家里面太穷了 冯儒的舅舅就劝他 让他出国去自谋生路 冯儒的舅舅已经到了美国了 想让外甥也来 可是只有一个儿子的冯儒的父母 舍不得呀 不同意 这年冯儒十六岁 他倒不以为然 大丈夫应该四海为家 老在家待着要什么出息啊 父母不必为我担心 1899年 冯儒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来到了旧金山 到这干嘛呀 打工啊 正所谓百文不如一见呢 刚到美国 冯儒就被这个地方先进的技术 繁荣的经济 深深吸引 他目睹了美国科技领先 幼小的心中下定决心 要好好学习工业技术 学会使用机器 打这以后 冯儒就开始打工学习 从旧金山 一直到了纽约 他是白天勤奋工作 在工作中 学习工业技术 积累经验 晚上也不歇着 回家后开夜车 继续刻苦钻研 机械原理 当时 飞行爱好者 在是飞飞机 平时是省吃俭用 用攒下来的钱 购买了大量 机械方面的书籍 来弥补理论不足 经过这样 数年的学习和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冯儒积累了 机械方面广博的知识 对各种机器 都能够熟练应用 再加上他心灵手巧 自己还发明了 打装机和抽水机 甚至制作出了 无线电报机 这是天资聪慧 跟刻苦的结果 他所制造的电报机 准确灵敏的性能 被人们看中 是纷纷购买 1903年 美国的莱特兄弟 第一次实现了 人类飞翔的梦想 飞机就成了 先进科技的标志 在当时世人眼中 中国是科技落后的象征 对于一心要想 使中国富强 而先进的冯儒来说 让中国人能飞上蓝天 就要成了他奋斗的目标 有一次 冯儒告诉自己的朋友 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就是飞机了 势必深锐之唱 成一决意 以归降祖国 苟无成 勿宁死 我要用我的一生 来完成这个梦想 不成功 死我也认了 1906年 冯儒从纽约到旧金山 以壮国体 晚立权为宗旨 向当地的华人筹款 研制飞机 一共筹到了一千元美金 第二年 冯儒在奥克兰 租了一间厂房 在三位华侨青年 朱竹泉 朱赵怀 司徒弊的帮助下 开始研制飞机 在研制的过程中 他们一次次修改图纸 完善零件设置 冯儒又担当起了 是非员的角色 一次次走上飞机 一次次实验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 有时候生命安全 都受到威胁 但是冯儒没有退缩 他喊出了 飞机不成 赞不反国的口号 非把这飞机研究成了不可 经过冯儒 历经三年的研究和是非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909年9月21日 在晴空万里的奥克兰上空 一直银雁腾空而起 26岁的冯儒 驾驶着一架 自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 在奥克兰式上空 翱翔了2640英尺 这个航程 等于莱特兄弟当年 首次是非航程的三倍多 正因为如此 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 在9月23日的报纸上 刊登了中国人的航空技术 超过西方 这篇文章 报道冯儒是非成功 冯儒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 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 中国龙从此飞了起来 在此成功之后 冯儒又再接再厉 通过对飞机的改进 1910年又制造出了一架 性能更为优良的飞机 在冯儒亲自驾驶下 这架飞机创造了航程20英里 时速65英里 高度700多英尺的 当时的世界记录 其优越的飞行性能 无人可比呀 就在这一年 冯儒参加了国际飞行协会 举行的飞行竞赛大会 最终荣获优胜奖 当冯儒在国外飞行成功的时候 革命先驱孙中山 观摩了他的飞行表演 大为赞扬 无国大有人意呀 中国有人才呀 并且新中山和众多的侨胞 共同勉励冯儒 武昌起义之后 冯儒参加广东革命军 受命担任陆军飞机长 负责训练中国最早的空军 冯儒是全身心的投入到 中国空军的建设中 为了普及航空建设 使当时的人们都能重视航空业 1912年8月25日 冯儒在广州郊区的烟塘操场 进行飞行表演 刚开始 冯儒娑娑熟地操纵着飞机 一个个灵活的动作 引得在场观众掌声 叫好声一片 但在飞机爬升的时候 由于冯儒用力过猛 以至飞机失去控制 一头栽了下来 冯儒头部 胸部都受了重伤 弥留之际 他告诉自己的助手们 我死后 你们千万不要因此 而失去进取心 终于 一致无效 英年早逝 为了纪念这位 现身于革命事业的 飞机设计大师 各界人士 纷纷坐晚联 悼念冯儒 其中有一副 最为快之人口 上连士 训社会者 则慎意 堪公义者 则犹难 一刹坠飞机 轻肿哪堪 买尾事 下连士 论事之成 故可加 论事之败 一颗喜 千秋流石雪 黄花又剑 气秋风 就在革命热情 空前高涨 工业技术 迅猛发展的时候 我们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在英国伦敦 西装革履的出现 此刻的中山先生 穿的是西装 没留长辫子 所以 路上很多人 把他都看成是日本人 其实 孙中山此时的悠闲 是故作出来的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 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 清政府 以一千元来悬赏通缉 命令 驻各国使馆 密切关注 一旦发现孙中山 就把他挤拿过院 这会儿 孙中山叫孙文 号叫一仙 后来孙中山这个名字 是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 由中山桥衍生出来的 孙中山的大名 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啊 为了避难 他来到了英国伦敦 到这里第二天 孙中山就去拜访了 在香港西医学院 学习的老师 也是这座学院的教务长 康德黎 孙中山在老师家里 吃完午饭 共续昔日师生之情 老师对学生 为什么到英国来 要做什么 一无所知 几天后 他又去了另外一位熟悉的老师 孟生家做客 孟生先生是著名的医生 十月十一日这天 快到中午了 孙中山计划 再去康德黎老师家 这刚走半道 碰见了三个同乡 又特别热情 非要纠缠着孙中山到家 坐得不可 其实这三位是清政府的暗探 他们强行挟持孙中山 就进了清使馆 把他幽进在三楼的一间密室 驻英国的清朝大使是如获至宝 向清政府做了详细汇报 清政府急令 出七千英镑高价 租一艘船 制作一个结实的木笼 要把孙中山作为疯子 塞入乡内运回国来秘密处死 此时孙中山的处境 外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被诱捕来的呀 孙中山必须尽快把自己被绑架 这个事传出去 他试着多少次向窗外扔纸条 换来的却是窗户被定死 看管更严密 几天过去了 消息仍然传不出去 这时候 有一个叫科尔的工友 每天来负责给他送炭生火 孙中山试着问他 这朋友 你能不能帮助我呀 科尔问你是什么人 我就帮你呀 我是政治侨民啊 什么是政治侨民 我要改革中国政治 组织政党 如同伦敦的社会党一样 但中国皇帝要杀我 到处抓我呀 孙中山这么一解释 这个叫科尔的工人 没说话 孙中山接着讲 我在这里 外界不知道 只要你把消息传出去 我就能获救 科尔有些迟疑 我很忙 我能不能帮助你 明天再答复你怎么样啊 孙中山摇了摇头 我是诚恳的 需要您帮助我 将来我一定筹谢你 现在我没有钱 将来不管到了哪里 我一定要送给您五百英镑 作为答谢 这句话打动了科尔 第二天早上 科尔又来送梅送炭 用手指了指梅篓 就离开了 孙中山在这煤炭楼里 找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 我愿意为你送信 但千万不要坐在桌子前面写信 应该趴在床上写 否则监狱看守 可以从钥匙孔中 看见你的举动 孙中山高兴极了 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句 请求康德里老师 设法相援 中午 科尔把这信拿走了 简单结束 送到了孙中山的老师那 康德里文讯大惊啊 说好了来这吃饭 怎么七八天没消息啊 正着急呢 这信传出来了 他跟孟生先生联手行动 先去警察署 再找外交部 跟着奔报馆 揭露清朝大使馆 诱补进步民主人士的丑行啊 孟生 又亲自到清朝大使馆去交涉 要他们遵守国际法 不能胡来 两三天过去了 没见孙中山获释 10月22号 地球报在第一版 披露了 居求孙中山的丑闻 并冠以 可惊可害之新闻 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 公使馆的居求 等等醒目标题 第二天 英国伦敦各大报纸 竞相报道 大清使馆的丑行 引起了英国公众 对清使馆的不满 在清朝公使馆门头 聚集了数以百计 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众 高呼释放孙艺仙 英政府原本是支持清政府的 但此刻 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 外交部不得不指控清使馆 私自逮捕囚禁政治犯 超过了应该享有的 外交特权的范围 在这番交涉下 孙中山结束了12天的囚禁生活 走出了清朝公使馆 热情的伦敦市民 纷纷向他挥手致意 孙中山也挥手致谢 后来他将蒙难的经历 用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 向全世界介绍蒙发中的 中国革命运动 他的名字也迅速传遍了全球 这次风浪平静后 孙中山静下心来 又想起了失败的广州起义 想念自己的那位战友 29岁就为着革命献出生命的陆浩东 陆浩东比孙中山小一岁 俩人是发小的朋友 情同手足 1878年 孙中山远舍重阳到滩香山的时候 不是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的基础教育吗 打这回国起 孙中山17岁 告诉自己的好朋友 很多海外的新知识新思想 陆浩东更信服孙中山了 他们居住的翠亨村 有一座庙啊 村民天天在那烧香拜神 孙中山特别看不惯这种愚昧行为 跟陆浩东一合计 决定捣毁他 庙里边供的是北极地的神像 和威风凛凛 孙中山就跳上供桌 趁着人多的时候 一把抓住北极地军那胳膊 告诉下边的信徒 你们崇拜他干嘛呀 他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能帮你们吗 你们看 他嘎啪一用劲 把这北极地军这胳膊 给掰起来了 看他威风 能把我怎么样 陆浩东跟着也砸大腿 拧耳朵 把这墓儿给拆了 泥台神像露出了本来面目 神权是封建社会的一大支柱 亵渎神像就会遭到迫害 乡山们 斥责这两个孩子是大逆不道啊 把他们赶出了村子 新冬山躲到了香港 陆浩东远赴上海 后来两个人一同到了天津 又转到广州 秘密组织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 陆浩东被清政府抓获 严刑拷打是坚真不屈啊 最后他要了纸和笔 写下这样一番话 我可杀 而既我而其者不可杀 无言尽疑 请速行刑 29岁的陆浩东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被孙中山先生称为 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他的牺牲使得更多人迅速觉醒 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八国联军亲华的武装暴行 还有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金丑条约 这让当时的中国人全都是怒火中烧啊 这总共赔款 按人均背下来 每个中国人得承担一两银子 清政府完全堕落了 慈禧太后竟然公然颁布诏书 宁赠友邦不予加奴 这是在诏旨上提出来的 中国民众的苦难也就更加的深化了 最高统治者呢 还是那么奢斥弥难 慈禧太后 听说薪酬条约谈成了 这不就回了北京了吗 还是住在一和园里 每天的消费是四万斤啊 歌舞无休 梳头掉的头发 他不惜用百两黄金 铸造发塔来进行储藏 再说他那宠臣荣禄 嫁闺女 光收这红包 就收了三十二万两银子 中国将走向何处啊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几次奔波在美洲跟欧洲 宣传革命 在欧洲 他了解到了国内和日本 反清革命运动的 蓬勃发展态势之后 他赶奔了日本 打算把各种革命力量 联合成一个大的团体 就在这一年七月中旬 孙中山到达东京 当时中国的留学生 在日本有八千多呀 还出现了不少革命的团体 其中有因为在国内 被通缉来到日本的 最著名的有黄兴 宋教人刘奎一 他们领导的华兴会 蔡元培张炳林 领导的光复会 各省留学生 还创办了江苏 云南 浙江朝 等等革命刊物 孙中山通过朋友的介绍 见到了黄兴 二人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啊 就要兴中会跟华兴会联合 共同治理革命这件事 达成了共识 决定成立同盟会 就在大伙宣誓入会 孙中山告诉众人 自今日起 无等已非清朝人 咱们跟清朝没关系了 就这么个功夫 就听着旁边那屋那木板 嘎啪的一声 大概什么东西塌了 大伙吓一跳 孙中山微微一笑 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啊 大伙多么希望 腐败的清王朝 也嘎啪一声塌了多好啊 众人一起鼓掌啊 孙中山被选为会议主席 毫无疑忆的成为了 同盟会总理 提出了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 政治宗旨跟政治理想 中国革命的风暴 即将到来啊 1904年5月 有一天 在上海无松口码头 停靠着一艘日本客轮 马上就要起毛远航了 甲板上的乘客 码头上的送客们 相互挥手告别 只有一位女士 平栏远眺 默默无语 这个人就是秋锦 他要去日本留学 但是没人为他送行 此刻显得寂寞无助 秋锦生于福建厦门 祖籍浙江山音 也就是绍兴啊 他自好静雄 又称为剑湖女侠 他的祖父 曾经在福建 做过官 父亲也是个举人 母亲呢 又是浙江 萧山的望族之女 所以说少年时代 秋锦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透 他熟悉精实子极 又习练骑马射箭 文武全才 后来依父母之命 嫁给了相谈富商的儿子 王子芳 这位王子芳是一公子 不学无术 只知道吃喝玩乐 夫妻感情不和呀 秋锦抑郁不欢 痛恨封建刚长 我不爱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是父母之命啊 1902年 这位有钱的公子 花钱捐了户部主事 捐了个官职 秋锦跟丈夫就问了北京了 在北京 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暴行 秋锦做宝刀哥 说北上联军八国众 把我江山又赠送 他认清了清政府腐败无能 和民族危机的深重 感到人生处世 当矿技艰难 以土报复 宁能米言琐碎 中其身乎 就为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这一辈子 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了吧 他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毅然跟丈夫分离 前往东洋留学 在日本秋锦广结爱国志士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并成立了浙江同盟分会 他任浙江主盟 后来回国后 他跟徐熙林 在组织安庆起义的时候 被满清政府逮捕 徐熙林刺杀了 安徽巡抚恩明 当场就义 秋锦在言行逼供下 只写了七个大字 秋风秋雨 抽杀人 写 beta 达二 葱 排水 达三 examined 达四 达三 达我 达三 达六 达四 达一